大家好朋友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期关于包包的干货内容 因为我上周不是去了奢侈品包包的代工厂嘛 就学习到了很多内行就知道 但是可能对于外行不是很了解的 那知道这些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 不管选什么包 大概能知道这个包的性价比 以及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看出这个包值不值这个价格 像咱们买包一般就看三点 一个是看款式 第二个看看皮料 再看看做工 那款式上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明后天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自己选的比较好看的款式 今天就咱们说说这个皮料和做工 究竟应该怎么去细看 那现在说皮料吧 皮料其实作为这个包包的选料 有两种皮 一种是头层牛皮 还有一个是二层牛皮 头层牛皮呢是指就带着皮肤的那层 就是皮子上面不是有一层毛孔吗 带着毛孔的这一层 它叫头层牛皮 但头层牛皮里面也有三个品类 一个呢是权利面的 也就是说品质最好的 它的皮肤整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干净 就像我们的女孩子皮肤一样 皮肤特别好的就叫权利面了 如果说这个皮子上 比如说有一些受损的地方 就像脸上比如有痘痘 那它工厂需要把这个皮子给它磨平 打磨之后呢再上一层涂漆 给它处理一下 那这种皮子呢叫做半粒面头层牛皮 最后还有一种叫做涂层头层牛皮 就是指表面皮肤已经都被打磨过了 然后给它上了一层涂层 这种材料它虽然是头层牛皮 但是价格上是最便宜的 因为它表面已经完全没有皮肤的这种纹理感了 像我们买头层牛皮包的时候 商家只会告诉你说它是头层牛皮 而且成分标上它也只会说 它是牛皮革或者是羊皮革 一般都不会告诉你 它是这个全粒面半粒面 或者是它是涂层的 这个怎么看呢 就我们自己其实肉眼可以识别出来 可以去细看一下它的皮纹 如果说它上面的毛孔很清晰 而且摸着手感是相对比较软的 那可以大概判定为它是全粒面 第二种皮叫做二层牛皮 二层牛皮是指在原有的皮子上再加一层膜 之前讲席子的时候 又给大家讲过穿席子 还是建议来要穿头层牛皮 因为它的透气性各方面会更好一些 加了膜之后它就没有这种透气性了 但是做包上来讲 其实这一点是无所谓的 因为包它也不需要透气性 其实好的二层牛皮跟头层牛皮 它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因为加了外边的一层膜之后 它会有很高的一个塑造性 比如说像Chanel的它的荔枝皮 还有Celine它的那种牙签纹的皮 以及像Cucci的酒神 它外边的这些纹路感 还有它的印花必须有这个膜 它才能塑造成 所以说这个二层皮在包包里面来说 它并不代表说它不好 反而它会有更高的一个可塑性 但是在二层皮里面 它也是有分好的和坏的 像一般好的二层皮 它上面那层薄膜是非常非常薄的 它占到10%左右 就整个厚度有90%是牛皮 只有10%是上面的那一薄薄的一层皮 但是有一些商家呢 它会把上面那层皮加的很厚 真皮加的很薄很薄 那它也叫二层皮 所以大家就得需要甄别一下 到底是牛皮占主要分量 还是这个上边那层皮油占主要分量 区分其实也是很好区分的 从价格上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像那种加了皮油层比较厚的这种 它价格肯定不会卖的很贵的 也就是200块钱左右 那像这种真正加了一层薄薄的这种皮油层 那它的价格跟这种头层牛皮其实相差不太大的 除了皮料的等级化分之外 它皮料的品种也是会影响到价格的 比如咱们国内的牛皮和这个土耳其啊 或者是阿根廷它的皮子 它价格又不太一样 那第二方面呢 咱们来看这个包怎么去看它的做工 其实如果拿到这个包的时候 我们能从简单的几个方面啊 比如说它的五金配饰 这些融化度啊 它的光泽度啊 以及它的车线走的密度 并且看它这个包包的油边 看那油的骑不起 这个是我们拿到手的时候能看到的做工 但是对于这个包 比如说皮料的耐用性啊 然后它链子的一个拉伸度 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自己考证的 就只能说经过时间的考验去测量出来 那怎么去找到一个品质好的包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工厂 如果这个工厂一直在生产的都是高品质的包 那它出来的包的品质 它相应就不会差的 因为这个工人呢 它是有技术水平的 如果说它之前一直在做好的东西 你让它一下生产出快速的 然后质量不好的东西 那它的水平它就会下降 等到它再生产好的东西的时候 就达不到那个标准了 就像我们这次去的这个设置品包包代工厂 它的老板就说疫情的时候 这个国外订单基本上都没有了 他们就直接发钱养着这些工人 也不能让他们去做这种品质差的这种东西 因为一旦让他们做了 那它的工艺水平就已经降低了 以后再接好的单的时候就接不上了 因为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这样的包包 你们看字简单 它要经过将近200道工序才能做出来 从这个皮料到厂家之后 它先要做皮料的一个质检 它的厚度啊湿度啊 都要进行相应的检测 每一片都切割有一个固定的尺寸 然后把每一片布分剪到各个部门 有的地方可能是做这个包的后背 有的部分是做里面的隔层 有的地方是专门做拉链的 包括每一个小的这种锁头 它上面的油边都是要单独去油的 这一个油边都要封七次 才能把这个边封得干净又整齐 那大厂呢就是每一个环节 都是有一条单独的流水线去做 然后做单独的质检 最后再给它拼合在一起 有一些小的工厂呢 因为没有那么高的人力 可能一个师傅他要完成好几道工序 又要油边又要砸线 那做出来的作品呢 相对于大的工厂 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标准化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小的工厂 如果在采购皮料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高的溢价能力 大家也知道如果你买的量大 那他买的皮料可能成本也会低 但如果量小的话 他做出包的成本也要更贵一些 上周我走访的这两家工厂呢 一个是已经上市的时代集团 他们是普拉达入股的 公司也是给很多奢侈品牌去做代工 那另一家诺德呢 同样也是给像TB啊 巴布瑞还有普拉达做代工的工厂 这两家从工厂实力 还是它的工艺标准 都是到达了一个国际化的水平 那做工方面我觉得是 大家可以放心的 就这两家工厂 它的包包款式还是非常多的 如果是在一场直播不完的话 我估计我这个嗓子和体力 可能坚持不下来 所以会分为两场 周五晚上七点的时候 给大家播诺德的 周六晚上七点的时候 给大家播这个时代的 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边 先看一下这个包包的预览 你们喜欢哪一款包包 就相应的直播就行了 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品牌内幕啊 这也是我自己走访无共厂才知道的 就我们有的时候 看一些试试品上面写的 意大利制造 实际上很多它都是中国制造的 只是在中国生产完了之后 在国外提个标 或者做个包装 然后再运回来 就变成国外制造 那所以大家买试试品包包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看 这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因为这个它是不准确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 因为它是中国制造 就觉得它不好 我们现在在中国制造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可以做出质量很好的包 甚至比一些意大利制造 它的包的水准更高 好了 那今天包包的干货分享就是这些 那如果想看包包款式的朋友 可以看明天和后天的视频 今天就这样 今天就这样